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油面筋酿虾滑 经过特殊手法制作的爽滑脆弹的虾滑,塞入油面筋中 再经过小火炖煮,口感筋道的油面筋吸足了虾的汤汁 咬上一口满满的虾肉,鲜美无比,特别的享受 咱们一起来做吧 280克的老虎虾,我喜欢用老虎虾来做虾滑,因为口感比较脆 我没有用料理机将虾打碎,也没有用刀刃来剁虾 而是用刀将虾肉一点点刮下来 因为前两种方法会斩断虾的娴威,使做出来的虾滑口感很面,不会Q弹 这种方法虽然有点费力,但做出来的虾滑非常的脆弹 现在我们用刀背,而不是刀刃,将刮好的虾泥反复的敲打 现在我们来调味儿,一点点盐 一些胡椒粉 一点点蛋清 用筷子搅拌均匀,并朝一个方向搅打上劲 准备一个杯子,套上做蛋糕用的裱花袋 将虾泥倒入裱花袋中 将裱花袋的底部剪一个口 我在超市买了现成的油面筋,一共有17个 拿起一个油面筋,用筷子戳一个洞 将裱花袋尖的一端从洞中戳进去 将虾滑挤入面筋,尽量多挤一些,让面筋装满虾滑 炒锅中倒一些油 待油温热,下入葱姜蒜末 将它们炒香 倒入一些生抽,一点老抽 再加入一点点蚝油 小火炒香 倒入清水 再倒入装满虾滑的油面筋 盖上锅盖,中小火,焖10分钟 10分钟之后打开锅盖,勾一点芡 这样汤汁更浓稠 最后撒上一点香菜,或者是小葱 翻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香喷喷鲜美无比的面筋酿虾就做好了 有嚼劲的面筋,吸足了虾的汤汁 咬上一口里面满满脆痰的虾滑 超级的享受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